請問一下 你這個成品 是不是以前就是這樣 原來的木頭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一顆這樣 所以你可能放30年到20年 直接變成這樣 差不多 我以前看到很多木頭放在這裡 好像是無聊的丟在那裡 那放二、三十年的原因 是讓它濕氣比較排掉呢 還是等物價上來呢 還是技術不夠呢 還是沒有人賣 是捨不得切 這不是我的答案 我以為放個二、三十年 真的會讓人家尊敬的年紀 因為如果是其他的木種 放二、三十年就會化掉了 因為會分解 材料夠好的狀態才會耐服 上面不會長菇嗎 如果是台灣牛長就會長 那我希望它長 就那一塊嗎 這一顆 那樹你也有三千 這像化石已經長瘤了 對啊 它就是長瘤了 這一塊是牛長喔 正常之寶 哇 台灣平地地表最大的牛長瘤 大概樹林有三千年 那塊喔 牛長喔 也跟這個一樣 你把這塊放在樓邊 我看見不出來 我不喜歡 這個外表一看就是很吸引人 你看 它的生美觀跟我們很不一樣 對… 我看怎麼像一個 沒人要買 你放在樓邊我沒記不出來 你說 你放在樓邊 放在樓邊沒人知道 它樹林是很…有幾千年喔 對 但是紋理又切下去是像鳳梨的錶層 金黃色 完了喔 看表皮就知道裡面的紋理 我可以去你看這個雞 就是什麼看嗎 對 你說可以去抱抱它 對啊 至少摸一下 可以走去嗎 也心動了 心動了 對啊 小心 好喔 你爸爸對這個是… 怎麼會這麼瘋啊 他是個木癡啊 這樣啊 他對木材情有獨鍾 對 應該現在的書語叫做 那個木頭控 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對啊 你剛才這個 這茶…亂頭髮 頭髮亂… 這是什麼 這是雞農機 雞農機喔 雞農機 頭髮可以這樣子 這個… 唉唷 我第一次看雞農機 那這個又是多少歲了 我比較好奇 兩千年了 兩千年了 對 小時候 我們一年賺多少錢啊 然後我爸就會 看到喜歡的木材 他就去標 去標 然後我媽就會很生氣 因為就是 其實賺來的錢 都拿去買木材了 對啊 你把什麼人標去 林務局 林務局 以前還可以標木材的時候 民國其實九年以後 就是禁法了 那在之前的時候 林務局每一年都會有招標 或是以前一買 就是要買一兩個籃球場的大小 這樣喔 對 那你當初買這塊回去的時候 老婆沒有跟你翻臉嗎 應該有 那後來他知道這個價值之後 他覺得賺到的時候 他有特別的家菜給你 沒有啦 真的 哎呀 這樣子不行了 要好好地回饋你 說你好好眼光 我可以下去抱他一下 可以 上千年的木材都有他的磁場 真的啊 因為我切過了大的木材 可以可以 上千顆以上了 我三億的木頭當然一定要抱 一定要摸一下 這木頭怎麼 雖然不能擁有 但是至少要環抱一下 不可思議 是 這個幫了四十幾年了 那這樣的話 會不會問一個問題了 那你在有生之年 會想嘗試把他 不會 不會是嗎 我想成立一個博物館 給他立起來 啊 好棒喔 這一塊我 放到自然科博物館 一定要放在大廳裡面 大廳這樣擺在那裡 都會嚇死人了 哇 哇這說這故事就說不完 啊 啊你現在等一下 了